前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申云英姿 目前应邀在《经济日报》主办的大师智库论坛主讲 申云英姿在1995年4月与美国合作干预会事 成功稳固日元汇率 因此获得日元先生的称号 演讲中申云英姿剖析安倍经济学 不过在对安倍经济学成果赞许有加的同时 也表达了担忧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有没有效 有日元先生之称的前日本金融官员 神元英姿在台演说 他说后已见成效 特别是GDP成长高出预期 大幅上修超过美国及欧元区 加上取得2020年东京奥运主办权 公共投资将更加活络 日本金融官员 seems to be now extremising a very favourable trend and probably this year growth rate for the Japanese economy would exceed 2% in my view it will probably reach as high as 2.5% which is quite a high growth rate for the modern economy like Japan 星期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 将在明年4月起调高消费税至8% 过半数民众表示认同 不过深渊因资却有不同看法 大大肯定安倍经济学 深渊因资预期 安倍渴望继续担任首相 甚至可以像小泉纯一郎一样长达五年 不过深渊因资仍提出担忧 过着经济造成的泡沫化 很多外国投资者现在投资在日本的融合 这些投资的融合价格比较大 这种投资会继续在日本 第一手解读当红经济议题 日本经济大师的魅力 让现场作物虚席 新台湾的电视 胡宗翰 李渔 台湾台报导